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唉 我都想好了下午要去吃什么呢 结果他又不来了 临时也有不少美味小吃 想去尝尝吗 咦 你要去临时 过去开个会 下午就回来了 如果你要去的话 我们可以晚点再回来 好啊好啊 我早就听说临时的小吃有很多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 你真的要带我去吗 你真的要带我去吗 只要你能安静一点 顾蒙蒙闻言 当其抬手捂住自己的嘴巴 只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他 他此时的表情很萌 让人心里有些痒痒 陆思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他并不厌恶 从南兆市到林市 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上了高速以后 一路都很平稳 陆思辰在翻阅文件 不知过了多久 随着轿车的一个小弧度转弯 已经睡着的顾蒙蒙歪了过来 正好倒进他的怀里 陆思辰的动作一顿 他低下头 看着毫无形象的趴在自己大腿上的女孩 脸色很奇怪 Boss 多洗一会儿吧 抵达临时时已是下午 司机直接将车开去了会议地点 你要去哪儿 就跟司机说 让他随时跟着你 不要关机 不要让我联系不到你 知道了吗 哦 那你要开会到什么时候啊 还未定 不过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那我要等你一起吃晚饭吗 你自己饿了就先吃 不用等我 好的 祝你谈判成功哦 你怎么知道我这次是来谈判的 我猜的 Boss 会议要开始了 一定要让司机跟着你 不要太顽皮了 知道吗 嗯 我知道了 陆思辰抬手揉乱他的发 哦 你干嘛 挺话 哼 这边顾蒙蒙别过了脑袋 一副小傲娇的样 不知怎的 陆思辰看着他这么活泼的样子 忽觉整个心情都变好很多 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小夫人 您想去哪儿 顾蒙蒙蒙咬着唇 稍微想了一下 这附近有小吃街吗 您稍等 我给你查一下 好的好的 我随便去哪里多好 只要是有吃的就行 不过还是不要走太远了 待会我们还要回来呢 小夫人 在这附近还真有一条小吃街 而且距离也不远 如果您没什么意见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送您过去 走 下午四点多钟 会议提前结束 陆思辰一边往外走 一边给顾蒙蒙打电话 电话里嘟了几声 很快接通 陆思辰 你开完会了 你现在在哪儿 呃 我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把电话给司机 让他和你说吧 好不好 不用了 你就在那里乖乖等着我 不要再乱跑了 知道吗 哦 在挂了电话以后 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陆思辰就赶了过来 陆思辰 哇 你来的好快啊 在玩什么 兜地主啊 这里的网速不怎么好 只能玩兜地主了 陆思辰没有看手机 而是一直望着他 喂 你怎么不说话呀 今天都吃了些什么好吃的 我吃了大麻花 糖耳朵 糖黏子 还有 怎么全是甜食 我 先生 小夫人就是吃糖太多了 刚才还在喊牙疼 喂 不是让你别说吗 牙很疼 我在问你话的时候 你要回答我 已经不疼了 既然牙疼 以后就要少吃甜食 哪能一次性吃这么多的甜食 你还当自己是小孩吗 知道了 我以后会少吃的 陆思辰文言 这才满意的松了手 陆思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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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揉了他的手 你要带我去买糖葫芦吗 不许吃甜食 陆思辰 你是大坏蛋 在途中顾萌萌一直是闷闷不乐的 Boss 快要出城了 Boss 你在开完会以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吃晚饭的 您看 顾萌萌 我在问你话的时候你要回答我 知道吗 顾萌萌忽然就转过头 凉眼委屈地看着她 陆思辰却是笑了起来 饿吗 嗯 有点 就在附近找个餐厅吃饭 好的 我想吃川菜 可是Boss不能吃辣 啊 你不能吃辣的吗 还好 可以少吃一些 哦 Boss有胃病 记性辣 我 我又不想吃川菜了 这边陆思辰听得这么一说 略有些意外 怎么又忽然不想吃了 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顾萌萌咬牙 我胃疼 然后就不想吃了 可以吗 回到南兆市时已是夜里 顾萌萌因为还在上学 每天的生物中很准时 几乎过了十点就开始犯困 所以在还没到家之前 他就已经稀里糊涂地睡了过去 然后他又稀里糊涂地倒进了男人的怀里 陆思辰抱着他既无奈又无语 他怎么有种在养女儿的感觉 忽然整个车身颠簸了一下 陆思辰抱起怀中的女孩 怎么回事 好像是胞胎了 您稍等一下 我下去看看 Boss 确实是胞胎了 您再稍等一下 我现在立刻联系总部吊车过来 这时候 原本伏在他怀里的女孩 却隐隐有些要醒来的样子 到家了吗 还没有 对不起 30 2 3 3